房间里只开了台微黄的夜灯,陈之南清俊的五官在灯光下多了几分魅惑。 我勾上他的脖子,懒洋洋出声命令,亲我。 陈之南眼神一按,毫不犹豫地低头吻下来,唇齿相依间,暧昧的水声在寂静的屋内显得格外明显。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喘不上气去踹他的腿,陈之南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 目光相接,呼吸骤然滚烫,他眼眸幽深,又想低头亲我,却被我躲开。 今天来这么晚,被哪个小姑娘绊住了脚,我摆出质问的样子。 陈之南微凉的手指捏上我的后脖梗,嗓子还哑着,没有小姑娘,一直在和合作方谈判。 这还差不多。 我奖励似的吻上他的唇角。 陈之南偏头捉住我的唇,急急地吻上来。 另一只手已经开始去扯我的肩带。 我按住他的手,迟到可不行。 我转身坐到沙发上,手轻轻揉捏着他的耳垂,低声耳鱼,就罚你今晚跪着服侍我。 尾音落下的同时,我摘下他的助听器随手扔到一旁的桌子上。 陈之南不喜欢女孩太大胆,更讨厌女孩太开放。 恰巧我大胆又开放。 所以,我很喜欢在床上摘掉他的助听器,凑到他耳边说些昏速不济的话。 反正摘下助听器后,他听不到。 我寄于陈之南多年。 学生时期,他是难以接触的高岭之花,更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形影不离。 白天,我眼巴巴看着他们一起上下学,晚上就求神拜佛算塔罗问他什么时候和青梅吵架分手。 上大学后,他们两个依旧感情融洽。 我只好找一个和他有几分相的男朋友解馋。 本来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可后来陈家却突然遭遇危机。 陈妇生意失败,重压下自杀而亡。 陈母目睹陈妇跳楼,突发心梗住进了ICU。 在外地的陈之南,得到消息匆匆往家赶,却出了车祸,从此失聪。 他的小青梅在这时选择随父母出国,没留下只字片语。 从前的高岭之花跌落神坛,落魄到连一副助听器都买不起。 我听闻消息,立刻甩掉男友,结束度假飞回国。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去救赎陈之南的,可我不是。 我是去成人之危的。 找到陈之南时,是在一个狭小的出租屋。 我扔了一个助听器和几张银行卡在他面前, 然后在手机上打下一行字给他看。 陪我睡,这些都是你的。 陈之南看了我一眼,谋底毫无波澜, 像是已经放弃和不堪的人生富于顽抗。 直到滚到床上,我整个人还有点晕。 日思夜想,这么多年的人现在脱光了抱着我亲, 谁不迷糊? 特别是。 我咬着下唇,偷摸瞥了一眼,暗自感叹。 能忍受那个赝品这么多年,我可真是饿了。 不舒服。 看我走神,陈之南以为自己技术不行。 不是。 我笑着凑近他的耳朵,轻声说了句正惊人听了都会面红耳赤的话。 他眉头紧皱,忽然偏头离我远了一些。 我这才想起来,对于那些向他直白是爱的女孩子, 陈之南一直厌恶至极, 甚至连句体面的拒绝都吝啬说出口。 他应该喜欢那种温婉大方的女孩。 我不是,但他的小青没事。 既然他不喜欢听我说话,那就不让他听好了。 我抬手摘掉他耳朵上, 已经被汗打湿地助听器扔到地上。 委屈谁也不能委屈自己。 我摸着陈之南的腹肌, 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 四年了,陈之南被我调教得十分懂事。 我哼一声,他就知道是轻了还是重了。 偶尔不听话,按自己的心意胡乱来时, 也不会越过我的底线。 有一个完美床扮的后果就是, 我起碗了,没有亲眼看到陈之南送生日惊喜。 我拿起床头柜上的小盒子轻轻打, 里面是一个小银戒,没有多余的装饰,很肃静。 我小心翼翼把银戒戴在自己的无名纸上。 不大不小,刚刚好,量身定做一般。 我举起手掌,在阳光下美滋滋地观赏。 直到楼下庸人催促早饭快要凉掉, 我才恋恋不舍地收回手。 刘妈,好看吗? 到一楼后,我高兴地转了个圈, 伸出右手向刘妈炫耀,陈之南送的。 好看好看。 刘妈知道我有多喜欢陈之南, 她打趣道, 先生夫人送来的包包衣服和豪车也没见你这么喜欢, 一个银圈子倒是宝贝的不行。 不一样。 我坐到沙发上,一边打开手机,一边反驳刘妈, 那可是陈之南。 朋友圈弹出的一张照片让我失了声。 是好多年没消息的宋薇, 那个和陈之南有婚约的小青梅。 照片上,宋薇穿一身长裙, 带着大钻戒的手指, 捏着一张薄薄的卡片, 卡片上有一句动人的情话。 静下来想你, 觉得一切不可思议。 而他身后, 一早就出门说有急事的陈之南正背对着镜头垂眸整理袖扣, 侧脸温柔。 配文是, 原来冰山也会开口说情话。 那些向来看不上我的陈之南的兄弟纷纷流言。 怪不得不让我们去接, 原来心上人早就到了。 高岭之花为你折腰, 我们宋姐就是恩帝。 你俩的情帖, 我等的花都要谢了, 赶紧给个准信啊。 宋薇在最后一条评论下面回复, 快了, 到时候让枝南请你做伴郎呀。 我久久地看着宋薇鸽子弹一样大的钻戒, 半上又垂眸看向自己手上半点装饰都没有的银戒。 不知过了多久, 轰隆一声巨响将我惊醒。 我扭头望向窗外, 天气由晴转阴, 外面开始下暴雨了。 陈之南回来的时候, 我还在睡觉, 身边的床铺突然塌下一块, 他捏住我的无名纸, 轻轻晃了晃。 刘妈说, 你一直在睡觉, 要不要吃我给你煮的面? 我没看他, 轻轻点了点头。 伤明家。 我正埋头吃面, 陈之南突然开了口。 为什么不戴我宋的戒指, 不喜欢吗? 我顿了顿, 停声回道, 还好, 就是太素了。 其实挺好看的, 但和宋薇的比就太拿不出手了。 屋内一片寂静, 只剩时钟滴答的声音。 半晌, 他才轻声说, 我的新公司已经慢慢起步, 最近正谈一个大单子, 成功后就能拉到更大的投资。 到时候, 我送你一个更好的, 再买一个你喜欢的海景别墅。 这是什么意思? 宋薇住陈家, 我住海边。 要把我当情人养在外面。 我闭了闭眼, 这就是陈之南东山再起后的报复吗? 我拿他当小白脸, 他就结婚后把我当情人不让我进陈家的门。 如果真被他得逞, 以后还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 想起自己在床上对他做过的事说过的话, 我狠狠打了个冷战。 第二天一早, 陈之南刚走我就麻溜地下了床, 准备跑路。 谁知刚踩上地毯, 我的腿就一软, 差点跪下行了个大礼。 心里骂了陈之南两句, 我打开衣柜, 疯狂往行李箱里塞衣服。 小姐, 您这是突然要去哪儿? 上来打扫卫生的刘妈问。 我头也不抬, 跑路, 啊不, 是度假, 归期不定。 走之前, 我拉着刘妈千钉鸣万嘱咐, 千万不要告诉陈之南我去了哪儿。 如果他追着问, 就告诉他我出国结婚了, 让他别骚扰有父之父。 交代完一切, 我扔掉电话卡, 主销所有社交软件, 匆匆登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 五年转瞬即逝, 听刘妈说陈之南没有结婚, 倒是已经有了个女儿, 他骨子里竟然是这么封建的人。 我倒是有些同情送威了。 二十一世纪还搞生出儿子 再给名分这套, 嫁过去不知道 还要受多少戳磨。 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 陈之南已经成了国内行业新贵, 也有了妻子女儿, 应该早把我忘了。 于是我谁都没通知, 自己偷偷溜回了国。 谁知刚出机场, 我就被捂着嘴拽进了一辆车里。 男人的怀抱坚硬滚烫, 粗糙的手指抹扎着我戴着的银戒, 喉咙里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 大小姐, 不是出国结婚了吗? 无名指还戴着我送的戒指算怎么回事? 五年没见, 陈之南变得险些让我认不出。 他从前最爱白衬衫, 清清爽爽, 眼睫一锤就能带出几分无辜和清纯, 把我迷得七荤八素。 现在的他额前没了碎发, 一身黑西装, 金贵陈素, 眉眼冷峻, 让人多看一眼就腿软。 无名指被他不断抹撒, 似有一把火自指节燃起, 逐渐燎原。 车内温度不断攀升, 我缩在角落, 大气也不敢喘。 陈之南低笑一声, 单手扯开领带,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商明家, 你老公穷到这个地步, 连一个像样的戒指都买不起, 看不惯他这副东山再起, 娇妻再怀, 且小人得志的模样。 我反唇相机, 我是商势独女, 我老公就算是一滩烂泥 也能给他扶起来, 就不劳陈总挂心。 至于戒指, 今天走得慌, 不小心拿错了而已。 看着陈之南越来越阴沉的脸色, 我轻笑道, 陈总不会以为, 我对你愚情未了吧。 他攥着我手腕的手突然泄了力, 我趁势打开车门准备溜走, 却又被拽回来, 戒指还给我。 陈之南的声音有些哑, 黑漆漆的毛子肆意汪身弹, 压抑着无边汹涌。 这是我的, 我下意识护住戒指, 他却依旧不让我走, 停声道。 商大小姐要什么样的戒指没有, 这枚银戒太普通, 和大小姐不相配, 还是把它还给我, 免得你再拿错。 最落魄的时候, 也要为宋薇买最好的戒指, 现在他挽回心上人, 连这枚肃镜的银戒 都不肯再留给我。 看着陈之南冷沉的神色, 我眼眶一热, 咬牙把戒指摘下来, 砸进他怀里。 还给你, 去找和他相配的人吧。 我商明家不稀罕, 没再看他一眼, 我狠狠甩开他的手, 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到家时, 圈子里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大家在酒店 为我举办了接风宴, 问我什么时候到。 我看着镜子里 自己仍有些发红的眼眶, 磨了末后草牙, 说, 我不要去酒店吃饭, 我要去酒吧找人做饭。 傅荣川带我去了 他自己的酒吧。 酒吧灯光迷乱, 他随手从舞池里 捞了个身材热辣的美女 搂在怀里, 朝我招呼。 看上哪个就说, 自家地盘, 不用客气。 我端着酒杯晃荡了一圈, 又兴致缺缺地回到卡座。 没有看上的, 傅荣川刚接完稳, 神情艳足, 揉着怀里女人的腰和我开玩笑。 大小街, 要不你看看我? 家里有钱, 谈恋爱经验也多, 绝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懒得搭理, 可他怀里的女人却当了针。 傅少, 你的婚戒好硬, 搁得人家好疼呀。 娇气鬼。 傅荣川随手把婚戒扔到茶几上, 重重拍了下女人的后腰, 言语暧昧, 现在还硬吗? 嗯, 我听不下去了, 其身准备换个地方。 走之前, 余光贴到傅荣川的婚戒 孤零零地躺在果壳废纸之中。 我顿了顿, 多说了一句话, 收好戒指, 小元知道了会生气。 傅荣川从女人怀里抬起头, 轻吃, 他生气就滚, 我怕他。 一个圈子里的人, 不好把话挑明。 严禁于此, 我不再多劝告, 抬脚离开已经满是 暧昧喘息的包厢。 找了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 我一个人坐着喝酒。 搭讪的人来了一茶又一茶, 我怎么看都觉得一个个长得歪瓜裂枣, 不忍直视。 伤明家, 不知道喝了多久, 一道寒怒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迷迷糊糊地抬起头, 仔细辨认许久, 突然皱起眉。 你长得好眼熟啊。 哼, 来人冷笑一声, 把我扯进怀里, 再仔细看看, 是不是更眼熟了。 我眨了眨, 看什么都扭曲一片的眼睛, 张口就来, 真的爱, 帅哥, 你长得好像我老公。 伤明家, 你到底有几个老公? 他咬牙切齿地问。 我把滚烫的脸贴在他微凉的胸前蹭了蹭, 甜言蜜语, 不要钱地往外蹦。 只有你一个老公, 别的都不要。 就要你啊。 他似乎是懒得和醉鬼多说, 把我抱起来就往外走。 只是我不老实, 手一个劲地往他衣服里钻。 这儿捏捏, 那里摸摸。 短短一段路, 沉枝难出了一身的汗。 伤明家, 你在乱摸, 我可不保证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他把外套盖到我头上, 将我死死地按在怀里, 不让我动弹。 胳膊动不了了, 我看着眼前上下滚动的喉结, 眨眨眼, 一口咬了上去。 被扔进车里的时候, 我的酒禁还没完全过去, 整个人都是懵的。 男人栖身压过来, 抬起我的下巴, 就开始攻城掠地。 食指交缠中, 掌心被汗如湿。 车厢内好像也变得潮湿起来, 让人有种快要窒息的错觉。 我的一切都被面前这个男人所掌控。 秦朝汹涌中, 他是我的唯一服务。 不知过了多久, 连车窗都附上一层薄薄的水雾。 我终于完全清醒过来, 乌液着求饶。 陈之南, 放过我吧, 不行了, 太累了。 陈之南的下巴 还挂着几滴 要落不落的汗珠, 他忽然偏头单手摘下助听器, 一手打开车窗。 助听器瞬间就从那条细缝中飞了出去。 玻璃再次合上, 陈之南掐紧我的腰, 抬眸望向我, 哑声轻笑。 大小街, 没用的, 我听不见。 回国第一天, 我差点死在陈之南的车里。 在醒来时, 是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我裹紧被子, 试图在空荡荡的房间 找到一件可以穿的衣服。 待会儿对质起来, 可不能光着身子。 可房间里唯一的布料 就是桌布和窗帘, 就在我犹豫 要不要将就一下时, 浴室的门开了。 自浴室里出来的陈之南, 衣装得体, 只是发尾还有些如湿。 衣服马上就送到, 你先等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 问,买药了吗? 陈之南整理领带的动作顿了顿, 随后平声回道, 买了。 刚才酝酿的话, 这时候一句也吐不出来了。 我垂眼看着地板, 滴滴应了一声。 屋内静了一会儿, 陈之南突然又开了口。 我和你老公, 你更满意哪个? 他的语气里满是认真。 啊, 我迷茫了一瞬, 愣愣地抬眼望向他。 对比不出来也没关系。 陈之南俯身慢慢靠近我, 低声说, 身边只有一个男人难免会腻, 再多说一个换换口味不好吗? 温热的气息直往我耳朵里钻, 听明白他的话后, 我连指尖都在发麻。 陈之南这意思是, 想当我的小三。 耳垂被含住细细填咬, 压着我的男人像妖精一样, 恨不得将我吞吃入腹。 我反应过来后, 抬手狠狠推开他, 陈之南你是不是有病? 有老婆女儿还想给我当情人, 凡事先问自己配不配。 陈之南的后背撞上床头柜, 脸煞时就黑了, 你说我不配。 下一秒, 他忽然又皱起眉, 伤明家, 谁告诉的你我有老婆女儿? 原来陈之南和宋薇根本没有婚约。 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两家大人开的玩笑, 谁知道宋薇会当真。 至于五年前的那个朋友圈, 陈之南直接把手机解锁了递给我, 皱眉道, 宋薇大概设置了可观看权限, 我一直不知道有这回事。 那个戒指是我买给宋阿姨的, 当初我妈后续治疗, 需要花很多钱, 我就去向宋阿姨借了一些。 后来我还钱的时候, 就买了个她喜欢的首饰, 托宋薇带回去。 五年前, 陈之南的困境我是知道的。 我帮他安葬好臣妇后,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继续要我的钱。 那时候, 我只当他还不肯弯下傲骨, 等着他被生活压断脊梁。 可直到最后, 他也没有再拿过我一分钱。 还有那句情话, 陈之南握住我的手, 轻声说, 是我准备了好久, 想和你告白的话。 你说迎戒太素了, 所以我当晚就去买了一个更好看的, 想第二天送给你。 我去找你时, 刘妈却说你出国结婚了。 床头柜的抽屉 被陈之南打开, 里面安安静静地躺着两枚戒指 和一张小卡片。 银戒肃静似血, 钻戒璀璨如星。 卡片上的那句话, 字迹依旧清晰。 静下来想你, 觉得一切不可思议。 五年前那晚的雨下得 有多大我清清楚楚。 看到宋威那条朋友圈时, 我的内心有多苦涩。 陈之南听到那句 淡淡的迎戒太素了后, 内心也应该是一样的感觉。 那时候他刚还了钱, 又给宋母送了礼物。 如果不是真的没钱, 他不会说出那句 等我有钱了, 就给你买更好的。 刷爆了多少卡, 又借了多少钱, 只有陈之南自己知道。 我突然哭得止不住, 揪着他的衣角道歉。 对不起啊, 陈之南, 我不该不问清楚就逃跑, 留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不怪你。 陈之南把我抱紧, 低声说, 是我做得不够好, 才会让你误会, 以后不会了。 我哭了一会儿, 突然又想起来什么, 不用因为误会道歉。 我用他的衣服擦掉眼泪, 小心翼翼地说, 其实, 我也让你产生了一些误会。 比如, 陈之南漫不经心地 揉捏着我的耳垂, 眼睛微微咪了咪。 比如, 我没有结婚这件事, 啊, 我话音还没落, 整个人就被扔回了床上。 屋子里悲伤的氛围 骤然烟消云散, 我的眼泪还没完全擦干。 原来大小姐喜欢情景演绎呀。 我坐在床上, 眼睁睁瞧着陈之南 漫条丝里的一粒粒解开扣子。 他垂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唇角微钩。 今天, 我一定让您玩尽兴。 完了, 这是真生气了。 我手脚并用的向门的方向爬, 不不不, 我不喜欢。 误会, 一切都是误会。 陈之南攥住我的脚踝, 把试图逃跑的我 拖回身下。 一个个滚烫地吻, 接连不断地落下, 他轻声在我耳边问, 什么误会? 是昨晚大小姐把我错认成自己老公的误会吗? 躲不掉了。 我闭了闭眼, 视死如归, 做出最后的挣扎, 能不能把窗帘拉上。 我是被陈之南骚扰醒的, 先喝口粥再睡好不好。 他让我靠在胸前, 向我唇边送来一勺热粥。 不想。 我张开嘴, 发出的声音却极其阴雅。 天杀的。 我瞪了眼荣光焕发神清气爽的陈之南。 他淡定自若, 像罪魁祸首不是自己一般, 先喝粥, 等嗓子好了再骂。 我还没说话, 就忽然听楼下传来一道软糯糯的铜声。 爸爸, 我和妈妈一起回来了。 我和陈之南一起寻声望去, 只见一身灰色吊带长裙的宋薇 牵着个粉团子, 一样的小女孩。 小女孩也穿着灰色的小裙子, 两人穿得很像一套亲子装。 我看了眼陈之南身上的灰色家居外套, 冷笑道, 真是好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呀。 我也不知道宋薇为什么和珠珠在一起, 珠珠又为什么会喊他妈妈。 陈之南反应极快地甩掉了身上的外套, 又在我侧脸上落下一吻。 别气, 我去解决。 陈一珠是陈之南收养的女儿。 我问陈之南为什么要收养他, 他沉默了一下, 说, 因为他和你很像。 小家, 你消失得太突然了, 我不给自己留一点牵挂的话, 会死的。 我不回来, 他就打算守着这个和我有几分像的女孩过一辈子。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陈之南早已爱我入骨, 甚至比我陷得更深。 我以着栏杆看他教训女儿。 陈一珠, 你是不是又吃了陌生人给的东西? 陈之南冷下脸还是很唬人的, 珠珠立马撒开了牵着宋薇的手, 小声说, 没有, 只吃了一点点蛋糕。 宋薇把珠珠护到身后, 柔声道, 阿南, 我又不是什么坏人。 再说了, 珠珠还是小孩子, 吃一点蛋糕没什么的。 阿南是你叫的吗? 我顿时就不爽了, 懒洋洋开了口。 宋小姐, 我们自己家教育孩子, 你这个外人还是不要出生的好。 正想开口的陈之南 看了眼差点被醋酸死的我, 垂眸轻轻笑了笑。 没再说话, 宋薇一抬头, 脸色煞时就变了。 商明家, 你不是出国结婚了吗? 怎么会在阿南家里? 我轻飘飘瞥了他一眼, 笑道, 不好意思啊, 你的算盘落空了, 我和陈之南并没有因为你制造的误会, 从此不相往来。 我伸出右手晃了晃, 无名纸上的银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们就快结婚了, 你千万别来参加婚礼, 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 宋薇白着脸, 还在强装镇定。 商小姐的话我听不懂, 既然你和阿南就要结婚了, 那我就在这里祝你们能白头偕老。 只是商小姐以后就要在儿童教育方面多下功夫了, 毕竟猪猪年纪小, 很排斥陌生人。 她弯下腰, 问猪猪, 猪猪, 爸爸要给你找新妈妈了, 你高兴吗? 猪猪眨眨眼, 从衣服口袋里, 拿出一张照片, 仔细瞧了瞧, 然后看看面前的宋薇, 又抬头看了看楼上的我。 而后, 她突然睁大眼睛, 冲我喊了一声, 妈妈! 正想骂宋薇, 连小孩子都忽悠的, 我被这一声喊懵了。 在反应过来的时候, 猪猪已经像磕小炮弹一样冲上了楼, 抱着我的大腿, 哇哇大哭。 妈妈, 你总算回来了, 我和爸爸终于不是留守儿童了, 无痛当妈, 还是这么个糯米团子一样的女儿, 我的心顿时就软了。 把哭的小脸, 通红的猪猪搂进怀里, 猪猪不哭, 妈妈在这儿呢。 宋薇在楼下看着, 皱眉道, 猪猪, 你刚才不还说我才是妈妈吗? 怎么突然又叫别的陌生人妈妈了? 陈之南轻吃一声, 宋小姐, 猪猪为什么会把你认成小家, 你自己不是最清楚吗? 我怀里的猪猪也举起手里的照片探出了头, 这个阿姨长得就很像妈妈呀。 我这才看清, 猪猪一直拿的是我的照片, 那是我五年前的样子, 其间长发, 夏天喜欢穿吊带裙, 因为懒, 所以无论出席什么场合, 都是淡妆。 而宋薇现在的打扮, 几乎和五年前的我一模一样。 宋薇被戳破心思, 再也没脸继续待在这里。 晚上陈之南在书房办公, 我负责哄猪猪睡觉。 猪猪是个嘴里把不住门的, 爸爸的所有事都被他倒豆子一样说了出来。 妈妈, 你别看爸爸经常冷冷的, 其实他可脆弱了。 比猪猪还需要妈妈保护。 为什么? 陈之南怎么也不像是和脆弱两个字挂钩的样子。 猪猪经常看见爸爸偷偷哭, 就拿着妈妈的照片, 有时候爸爸睡着也会哭。 爸爸为了找妈妈很辛苦, 每周都要坐飞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爸爸还让猪猪每天带着妈妈的照片一起找, 可是怎么都找不到妈妈。 猪猪握着我的手, 小乃因带了哭腔, 妈妈可怜可怜爸爸, 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我听得眼酸心也酸, 连忙轻轻拍拍猪猪的背, 揉声说, 妈妈不走, 一辈子都陪着猪猪和爸爸。 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 我进了书房。 陈之南还在处理公务, 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色的眼镜, 电脑屏幕的蓝光投射到他平和的侧脸上, 一片静谧。 我没说话, 静止走到办公桌后, 环抱住他。 陈之南眷恋地蹭了蹭我的侧脸, 猪猪睡着了? 嗯, 我低声说, 小丫头很乖, 挺好哄的。 她不以为意, 她只在喜欢的人面前乖。 说起这个, 我有些疑惑地问, 猪猪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我? 还这么容易就接受我是妈妈这件事? 陈之南偏头吻了吻我, 笑道, 小家, 你信不信, 就算是陈家的老鼠, 也会特别喜欢你。 我瞪她一眼, 哪有把自己女儿和老鼠放一起比的? 陈之南无言低笑, 捏住我的下巴和我交换了一个绵长的身吻。 一吻闭, 她抵着我的额头, 轻声说, 因为陈之南爱伤名家, 所以和陈之南有关的一切, 也都很爱伤名家。 我和陈之南要结婚的消息放出后, 圈子里的朋友纷纷发来祝福, 也有恨不得我和陈之南马上吵架分手的。 比如, 宋威, 这是今晚陈之南手机响起的第八次。 我瞥她一眼, 她立马从善如流地全部坦白, 是早就不联系的朋友, 说宋威喝醉了, 一直吵着要我去接。 那你去吗? 陈之南搂住我的腰, 声音里带了几分委屈, 她自己没老公, 还妄想让我没老婆, 居心叵测。 女孩子夜里喝多了, 挺危险的, 你还是去吧。 我轻轻扭了扭手腕, 勾唇道, 我和你一起去, 赶翘我伤名家的墙角, 也不怕自己的锄头不够硬。 我踩着恨天高, 挽着陈之南的胳膊到场时, 宋威还在被所有男人围着哄, 威姐, 你别哭了, 那伤名家也就仗着自己家是好, 其他的半点比不上你。 是啊, 我们打心眼里认定你才是嫂子, 芝南就是一时昏了头。 就她那大小节脾气, 过不了多长时间, 芝南哥肯定把她甩了。 好家伙, 我伤名家在外名声这么臭啊。 我正想一脚踹开门, 却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明家姐, 哪里是你们说的这个样子? 你们不知道, 就不要胡说。 是傅容川的未婚妻, 苏元。 随后又是一阵痴笑, 孟非燕, 你能不能管好自己女人? 我看你和陈芝南一样, 天生被女人玩的命。 傅容川的破鞋还当宝贝, 真不怕让人笑话。 酒瓶破碎声和咒骂声一起传出来。 我踩着这个点, 推开了包厢门。 孟非燕叼着烟, 一手拎着没了半截的酒瓶, 脚底下还踩着个满脸, 是血的男人。 屋里一片狼藉, 我巡视了一圈, 笑道, 我和知男来得倒是巧, 正好赶上最热闹的时候。 孟总, 好久不见。 陈知男跨过一地碎片, 和孟非燕握了手。 知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孟非燕, 她可刚为了一个女人, 和咱们兄弟动手。 我冷眼望向那个说话的人, 就是你说的, 陈知男一定会甩了我, 还骂小原是破血。 那个男人慌了一瞬, 随后又吼道, 就是我怎么了? 我说的都是, 啊, 我一个酒瓶子抡过去, 她瞬间就瘫倒在了地上, 捂着满头血哀叫。 孟非燕一边给陈知男点烟, 一边扯回跃跃欲试的苏原, 不去帮着, 不需要。 陈知男谈了谈烟灰, 轻笑道, 让他玩。 收拾完所有碎嘴子的人后, 我望向缩在角落, 吓得大气, 也不敢喘一下地送位。 他含着泪望向陈知男, 抖着声音求救, 知男, 救我。 这么长时间酒还没醒啊? 我随手端起桌上的酒, 给他浇了个透心凉, 笑着问, 现在清醒了吗? 宋威成了落汤鸡, 也顾不上自己满身狼狈, 白着脸疯狂点头。 我轻声说, 不得不说, 你确实聪明, 但还不够聪明。 从小到大, 还没人从我商明家手里 抢走过东西, 你也不会是例外, 如果你真想试试和我硬碰硬。 我意味深长道, 我们商家乐意奉陪, 宋威露出一丝乌叶, 又被我的眼神 吓得立马捂住了嘴。 我满意地直起腰, 望向星星眼, 一脸崇拜的苏元和两个风轻云淡抽烟的男人。 宋小姐的酒已经醒了, 我们走吧。 明家姐, 你好撒呀。 苏元挽着我的胳膊尖叫, 我要嫁给你。 好呀, 我爷遇到, 那你赶紧和孟非燕提分手吧。 苏元羞红了脸, 我们没有在一起, 今天就是来给她送个东西。 送东西? 我瞥了眼后面陈之南身旁眉眼冷沉的男人, 轻笑道, 他可不是粗心大意的人。 路灯拉长我们的身影, 苏元一脚踩在孟非燕的影子上, 低声说, 他确实是在追我。 可我还没有想好。 是因为傅容川吗? 提起傅容川, 苏元的眼眶立马红了。 是, 也不是。 我和傅容川分手了, 他让我滚, 还说我这种寡淡软弱的女人, 没有人会喜欢。 明家姐, 我真的很差劲吗? 苏元秀气的脸上多了几分迷茫。 我握住她的手, 轻声说, 小元, 你一点也不差劲, 因为一个男人的话就否定自己那才是真的差劲。 傅容川是混蛋, 你因为一个混蛋已经浪费掉了自己宝贵的青春, 不能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也被这个混蛋毁掉。 相信我, 你配傅容川加孟非燕都十八个来回带拐弯。 而且, 我凑近苏元, 偷偷告诉她, 我听说孟非燕她不行。 苏元惊讶地瞪大了眼, 我拍拍她的肩膀, 斩钉截铁道, 就这你还配不死她。 苏元和孟非燕在一起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 我正在使婚纱。 庸人帮我整理着裙摆, 我偏头去看陈之南, 好看吗? 陈之南的眼睛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艳, 他牵着我的手走到镜子前, 替我理顺碎发, 你怎么样都是好看的。 我正欣赏着自己身上华丽的裙子, 陈之南却突然在我颈侧咬了一口。 小家, 刚刚孟总给我来了电话, 我笑着躲开他的着吻, 他有事吗? 他说, 谢谢你替苏元解开心结。 镜子里的陈之南垂眸仔细地吻着我耳后的小智, 声音染上了几分情欲, 还说我看上的地皮他夺定了。 我没注意他的不对劲, 皱起没问, 为什么? 庸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光了, 陈之南掐着我的腰把我压在镜子上, 语气危险。 孟总名誉有损。 私密的是不太好过问女士, 只能来找我问罪。 小家, 孟总行不行, 你怎么比他女朋友还清楚? 我头皮一麻, 终于想起自己干的好事, 支支吾吾吾道, 就, 就是传闻嘛, 圈子里大家都这么说。 小元, 姐姐对不起你呜呜。 陈之南妈撒着我的下唇, 看热闹不嫌是大地笑了笑, 听孟总的语气, 传言似乎也不全是威严耸听。 他真的要和你竞价吗? 陈之南的公司正在上升期, 一点点小误差都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担忧道, 要不我让爸爸? 嗯。 唇忽然被堵住, 我再分不出思绪去考虑其他。 不知过了多久, 陈之南才放开我, 允许我呼吸。 我与他的唇齿间拉出一根暧昧的银丝, 他的手探到我背后, 慢慢拉开暗恋。 嗓音或人, 不用爸爸出手, 只需要你稍稍补偿。 番外篇, 一生有请新娘落地, 教堂的门轰然打开。 商明家一身洁白的婚纱, 眉眼弯弯, 身后西班牙四月的阳光 毫无保留地洒向她, 宛若上帝宠。 陈之南含笑望向她, 这是她从十八岁就放在心上的女孩, 京市最耀眼的明珠, 商家唯一的小公主。 十几年来为她辗转难眠,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初见商明家, 是高一开学典礼。 乏味冗长的颁奖环节中, 她身穿一身明艳的短裙, 就那么突兀地闯进来。 校董们没一个不满, 甚至还要向她问好。 商小姐, 她了然, 怪不得这么肆无忌惮。 原来她就是京市最艳丽的那朵玫瑰, 商明家。 陈之南不喜欢张扬的女孩, 可那抹耀眼的色彩, 如此嚣张地在她心上留下一道划痕, 惊年不消。 静下来想你, 觉得一切不可思议。 这是陈之南在确定自己的心意后, 脑中第一时间浮现出的话。 她在一个女孩身上第一次体会到 种种新奇的感觉。 甜蜜、酸色、 慌乱, 以及自卑。 骄傲耀眼的红玫瑰, 要怎么做才能让她低头看自己一眼呢? 高中毕业时, 陈之南网学校的许愿香投进一张小字条。 上面一笔一画认真地写着想带陈氏集团闯进世界, 也想娶到商明家。 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 家里突遭变故。 她双耳失聪成了残废, 连一副助听器都买不起, 商明家也交了男朋友。 年少时的梦想, 在那年碎了一地。 陈之南在出租屋里消沉度日, 甚至想过死。 直到商明家踹开门, 扔给她一副助听器和几张银行卡, 要求是做她的床办。 她沉默地看着那行字, 竟然庆幸自己在她那里还有些价值。 四年里, 陈之南一边着手复兴垮掉的陈氏, 一边做商明家乖巧董事的金丝雀。 终于还完所有欠款后, 她用身上仅剩的一点钱, 找人融掉了自己小时候戴的长命锁。 父母倾注了所有爱意的长命锁, 被她亲手打磨成一个小小的银戒, 想送给自己最心爱的女孩。 准备了十几年的表白, 快要吐出口时, 她说, 戒指太素了。 是太素了? 商家的明珠, 怎么能戴这么普通的戒指? 陈之南冒雨去了奢侈品店, 刷爆所有信用卡, 拿回一个钻戒。 但商明家没有等她, 她出国结婚了。 陈之南无比悔恨, 为什么不快一点? 为什么自己这么没用? 她走的五年, 她活得像一个行尸走肉。 只有看着和她有几分像的杨女时, 她才能打消几分想死的念头。 直到她再回来, 直到所有误会解开, 陈之南才觉得, 自己又活了过来。 失而复得, 是老天垂帘。 她摘下了京市唯一一朵红玫瑰, 陈之南想, 她无论如何, 也不会再放她离开了。 故事二 我穿书了, 穿成了恶毒女配聆听。 聆听原本是附加千金, 和男二承煦有婚约。 聆听父母和承煦父母也算熟识, 所以林家刚破产时, 承家并没有立马解除婚约。 但是聆听一心爱慕男主, 一直给男女主使伴子, 犯下了很多错误。 最终被众人所厌弃, 落了个凄惨的结局。 我穿来的时候, 正好林听家破产了, 父母回了老家。 而本想就此回归普通人的我, 却被绑定了系统。 原书里, 程旭和林听虽然有婚约, 但属于两看两相艳的状态。 她嫌弃林听娇气脾气臭, 林听嫌弃她冰山脸。 虽然我觉得程旭百分百会把我赶出去, 但这是我唯一的办法了。 没办法, 我只好拖着行李箱, 按下了程旭的别墅的门铃。 程旭开门后, 那张率绝人寰的脸面 无表情地看了我几秒。 在她反手就要关上门的时候, 我连忙将半个身子对了进去, 热情地打招呼。 哈喽, 晚上好呀, 今天月亮好圆哦。 这么久没见了, 你还是这么风流倜傥, 英俊潇洒,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闭嘴, 程旭打断了我, 说人话。 我立马装可怜, 眼泪汪汪地看着她。 程旭, 你可不可以收留我一段时间呢? 程旭眼神仿佛在发射寒冰光线, 要将我冻成一座雕像。 随即她冷哼一声, 做梦呢? 眼看她就要把我挤出门外, 我眼一闭, 心一横, 死死抱住她的大腿, 耍起了无赖, 求你了。 不然我就去求你爸妈, 叔叔阿姨肯定会同意的。 我爸妈对你也很好, 是不是? 小时候逢年过节, 还给你买礼物呢? 你不照顾照顾他们的宝贝女儿吗? 听到我把双方爸妈搬了出来, 程旭有些松动, 但仍咬牙切齿, 放开。 你答应我, 我就放开, 小命要紧, 面子什么的我都不要了, 求你了。 我很好养的, 不会打扰你的, 好不好吗? 我们是在大门口, 刚好有邻居经过, 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哭着抱着程旭的大腿, 脸上明黄黄写着几个字, 现在的年轻人, 玩得真话呀。 程旭脸上一阵轻一阵子, 大概被邻居审视的目光, 看得汗流加倍了, 迅速把我挪进了院子, 关上了门。 他深吸了一口气, 再不放开, 就滚出去。 听出他话语里的言外之意, 我连忙放开手, 笑逐言开, 谢谢你。 大好人,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程旭根本不想理我, 静止往屋子里走。 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进了门, 程旭上了二楼, 指着一间客房对我说, 你住这里。 虽然我万般无语, 但也只好艰难无比地开口, 程旭, 不要撒娇, 程旭皱了皱眉, 又怎么了? 我指了指唇眠的床上四件套, 这不是真似的, 我睡不着。 如果眼神会杀人, 我应该已经被程旭千刀万剐了。 他扔下一句不睡拉倒就走了, 根本没理我。 我没辙了, 想着要不就是一下, 说不定没事呢。 睡前, 我按系统的要求, 找热牛奶喝。 程旭在客厅,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他, 那个, 你家有没有热牛奶啊? 我越说越心虚, 声音也越小, 我睡前要喝一杯热牛奶的。 没有, 程旭非常冷酷, 我不喝牛奶。 那豆浆呢? 豆浆应该也可以。 没有。 我非常失望地啊了一声, 你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程旭忍无可忍, 到底谁说自己好养的? 最终, 还是程旭让人送了新鲜的牛奶过来。 我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后, 得到了一杯系统要求的热牛奶。 我边喝牛奶边拍程旭马屁。 程旭, 你真好, 你就是当代活雷锋。 感动中国明年, 没你我不看。 程旭只回我四个字, 少来这套。 喝完牛奶, 洗完澡, 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 准备入睡。 然而不过十几分钟, 我便觉得身上又痒又痛的, 打开灯一看, 露出皮肤的地方, 密密麻麻, 一片红疹。 我欲哭无泪, 没办法, 我只好敲响了程旭的房门。 程旭怒气冲冲地开了门, 在他开口骂我之前, 我先发致人, 伸出我的手臂给他看。 看, 我没骗你吧? 程旭看着骇人的红疹, 皱了皱眉。 眼见有戏, 我成事而上, 将衣领稍微往下拉歇, 露出了脖梗的大片飞红。 还有这里, 你看, 全都红了, 是不是很可怜? 程旭眼神在我脖梗处扫过, 又飞速一开, 不自然地咳了一声, 你以为你是豌豆公主吗? 她走到客厅, 从药箱里找出一管药膏给我, 自己涂。 我感激替灵地接过药膏, 又一脸期待地看着她, 床单。 这大半夜的, 我去哪里给你找真丝四件套? 那个, 我的眼神不住往她房间里挑, 你房间里的床单, 好像就是真丝的。 不可能, 程旭果断地打断我, 绝对不可能。 半个小时后, 我舒服地躺在程旭的大床上, 针丝的触感贴着皮肤, 冰凉柔软。 程旭, 好人啊, 大大的好人啊。 起床后, 程旭已经去上班了, 餐桌上有保姆做好的早餐。 吃完早餐, 我也准备出门上班了。 然而刚走到地铁站的进站口, 我的脚突然像被磁铁吸住般, 牢牢吸在了地面, 无法动弹。 我疑惑地转了个身, 试探着往前踏出一步。 成功了。 我又试了试, 只要不往地铁站里走, 其他方向是没问题的。 我不死心, 去坐公交。 公交迟迟不来。 扫共享单车, 不是这里坏, 就是那里坏, 一扫一个不支声。 上下班, 高峰期, 专车, 花掉我三百大洋。 承续下班回到家时, 我正抱着四平一云, 迷茫地看着手机里两位数的余额。 哈哈, 被自己穷笑了。 看见他回来, 我两眼一亮, 冲了上去, 回来了。 工作心不辛苦, 累不累? 可不渴? 喝水吗? 我开了一瓶水, 殷勤地把水递过去, 七十五一瓶。 承续刚要接过水的手, 又收了回去, 哪里来的水? 我想起下车时, 专车司机你真是可乐的眼神, 从车里顺的。 承续, 这都不是重点, 我维持着殷勤的姿态, 重点是, 你以后上班, 能不能顺路带我一程啊? 系统说, 按照人物设定, 我上下班都得让司机接送。 然而我的余额, 都不够再打一次车的。 想来想去, 也只能去蹭承续的车了。 承续嘴角抽了一下, 不行。 我立马说, 男人不能说不行。 承续, 经过我的百般努力, 终于获得了一个尊贵的帕拉梅拉后座席位。 为了感谢承续, 我想要送他一个礼物。 发工资那天, 我热情地邀请承续一起去商场。 去商场干什么? 给你买礼物呀, 我非常真挚, 你对我这么好, 我要回报你的吗? 所以, 给你挑个礼物。 承续眯着眼看了看我, 随后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行啊, 我都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 直到到了商场, 我才知道他那个笑容是为什么, 因为这是不可错过的绝佳的可以尽情嘲笑我的机会。 他带我去了奢侈品店, 坐在沙发上, 随意地说, 就这家店, 随便什么都行, 买吧。 我看着店里最便宜的四位数的袖扣, 绝望地闭上了眼。 你说巧不巧, 我的工资也就四位数。 刚收到工资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买的什么东西退款了。 贵姐期待地看着我, 我纷纷扭头看程序。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背从中来, 你以为我真的买不起吗? 他胸有成竹地看着我, 于是我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怎么这么聪明? 我真的买不起。 程序轻笑了声, 从沙发上起身, 行了, 走吧。 今天没有看上的, 我如是重负, 你不买, 那我也不买了。 不用你送礼物, 出了门后, 程序带我去了另一家店, 要感谢的话, 帮我挑个送给我妈的包。 以前送的她都不喜欢, 说我审美差。 这个简单啊。 我迅速挑好了一款经典款的包, 简洁大方, 程序妈妈肯定会喜欢。 挑好后, 我在店里随便看了看, 不经意撇到一款 粉色鳄鱼皮的Burken。 我走不动到了, 不是心理上的走不动, 而是物理上的。 这腿根本动弹不得呀, 也许是见我看着那个包移动不动, 程序走到我旁边, 想要。 她好懂我, 我用力点了点头, 程序笑眼咪咪, 那就想着吧。 我, 程序拔腿就要走, 我立马抓住了她。 求你了, 我欲哭无泪, 我这辈子做牛做马, 一定会报答你的。 桂园小姐姐非常热情地凑了过来, 女士您的眼光真好。 这是款定款, 我们是一共只有三个, 这是最后一个了。 原来是限定款, 难怪要将近七位数。 走了, 程序不理我了, 拿着桂园包装好的袋子, 出了门, 留我一个人对着那只粉色鳄鱼皮 占成了雕塑。 桂园热情肆意, 怎么样女士? 喜欢就拿下吧。 我装作风轻云淡,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自己看看。 罚站了十分钟后, 桂园又过来了, 女士还在考虑吗? 是有什么心事吗? 也没什么, 我最大的心事就是穷。 罚站的第二十分钟, 我旁边又过来一个人, 我以为又是桂园, 老师, 能不能让我再多看我家子涵一会儿。 没想到是程序的声音传来, 看了二十分钟了, 还没看够。 我不仅够了, 我是够够了。 我感觉双腿都快僵硬成木头了, 又不能动, 只能眼巴巴看着程序。 下一刻, 程序从口袋里拿出张黑卡, 递给了桂园, 麻烦这个也帮我包起来。 他的话音刚落地, 我的腿就恢复了正常。 我拿着包好的包跟在他后面, 程序, 你真好, 你怎么这么好啊? 少拍马屁, 他头也没回, 就当是你爸妈小时候 给我送生日礼物的回礼了。 他人高腿长的, 走得很快, 我努力想跟上他, 然而由于刚刚站太久了, 腿不听使唤, 根本走不了几步, 就又在走廊旁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程序走了一小段, 发现我没跟上来, 用一种你又做什么妖的眼神看着我。 我尴尬一笑, 走不动了。 你才走了几步路, 程序气笑了, 我在停车场等你。 十分钟后不来, 你自己回去。 一想到巨额打车费, 我好像又行了。 然而撑不过三秒, 我又被钉在了店门口,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多看了一眼橱窗里展示的新款礼服。 最终, 我再也不敢往两边看, 手里拎着包包和裙子的袋子, 跟坐贼一样, 全程低头看着地板, 才顺利地回到了家。 程序无语地看着我, 一脸不想认识我的表情, 抬头走路在你们那盼几年。 我, 我盼你个无期徒刑。 不得不说, 这个系统, 真的很不方便。 我不会开车。 司机没空时, 我就出不了门, 出门了, 还哪哪都不能去。 高级商场不能去, 去了就变成奢侈店门口的雕像, 会被保安当成小偷抬走的那种。 小商品市场也去不了, 说我违反人设了。 周六晚上, 程序有饭局, 我一个人在家无聊地快发霉了, 就想在小区里随便走走, 散散步。 没想到走了没多久, 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没带伞, 急忙跑到最近的亭子里, 想着躲一会儿雨。 然而, 在震耳欲聋的雷雨声之中, 我好像听见了虚弱的猫叫声。 声音不大, 有气无力地, 听着非常可怜。 我四处张望, 发现在不远处的草丛下, 似乎缩着一团小小的身影。 我冒着大雨冲了过去, 真的是一只小猫, 应该是流浪猫, 瘦骨临寻的, 腿上还有个血红的伤口。 没有多想, 我立马抱起它, 想带它去附近的宠物医院看看。 系统企图阻止我, 那个娇生惯养的林廷 可不会为了一只流浪猫这么狼狈的。 的确, 我现在浑身湿漉漉的, 衣服上沾满了泥土, 完全违背人设了。 但我哪管得了这么多, 虽然双脚如同年在了地上班, 但我却好像涌出无限力量, 艰难地抬起腿, 努力往大门口跑。 好不容易到了小区门口, 我掏出手机打车, 但是下雨天, 根本打不到车。 偶尔有路过的出租。 看见我们这狼狈的一人一猫, 也拒绝再渴。 就在我急的六神无主时, 一辆熟悉的帕拉梅拉停在了我们面前。 后排车窗降下, 程序的脸旁逐渐露出。 聆听, 他看见我这副模样, 神色宁起, 怎么回事。 他迅速打开车门, 我坐进车里, 给他看了看小猫, 语气着急, 能不能先去一趟附近的宠物医院。 小猫好像快不行了, 程序没有半分犹豫, 和司机说, 先去一趟宠物医院。 我知道程序有解体, 不敢坐得离他太近, 但他好像不太在意, 拿出手帕递给我。 擦一下, 程序从我手中接过小猫, 让我腾出手, 可以擦拭衣服。 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 又叮嘱司机, 空调温度调高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冷, 小猫一直在发抖, 我便想脱下程序的 外套去裹住小猫的身体。 刚一动作, 他就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一样, 按住我的手, 你披着。 随后, 他从脚下的袋子里 拿出一件衬衫, 应该是新买的, 吊牌还没拆掉, 上面标着的价格显示五位数。 程序扯掉了标签, 温柔地用宽大的衬衫 将小猫裹了几层, 又安抚般拍了拍我的肩, 别担心, 快到了。 很快, 我们就到了宠物医院。 医生将小猫送去抢救后, 我高悬的心 才稍微落下一些。 然而刚放下些心来, 我就感到一阵头晕, 有些站不稳地往旁边倒。 程序眼疾手快地稳住我, 宽大的手掌附上我的额头, 怎么这么烫? 我头晕脑胀地想, 完了, 违背人设的惩罚来了。 高烧持续了一个晚上, 白天好不容易才退了些。 程序让阿姨煮了粥, 但我没什么胃口, 也没有吃。 下午她回了趟家, 看到我还躺在床上, 好点了吗? 好点了, 我咳了两声, 又问, 小猫呢? 怎么样了呀? 她打开手机, 给我看了小猫乖乖喝奶的视频, 她没事, 现在还在宠物医院。 我放下心来, 太好了, 呜呜。 我还想多看几眼, 程序按了关机键, 别看了, 多休息。 她大概是看到了原封不动的饭菜, 问我, 没吃饭? 我摇摇头, 中午没胃口。 一天都没吃, 程序眉头猝了起来, 那现在有胃口了吗? 我觉得自己好些了, 便点了点头, 有了。 程序大发慈悲地 帮我把粥端了过来, 放在床头柜上。 程序, 吃吧。 我, 好的。 然后我们大眼瞪小眼, 无声对看了三分钟。 程序, 我是想吃的, 但是系统告诉我, 聆听, 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街, 在这种生病脆弱的时刻, 是需要人味的。 我不想再受到惩罚了, 只好硬着头皮说, 我的手没力气。 程序表情闪过一丝空白,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 我点点头, 应该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程序无言片刻, 脑海中似乎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不过很快, 他任命般长叹一口气, 拿起粥, 用汤匙舀了一勺, 送到我嘴边。 我的肚子鸡肠碌碌, 我的嘴半分不张。 程序见我一动不动, 又怎么了? 大小街。 我心如死灰的复述系统, 在我脑海里说的荒谬言论, 有葱。 什么? 有葱, 我不敢看程序的脸, 怕他下一秒就要发射动感光波, 把我击毙, 我不吃葱。 程序没声了, 过了几秒, 我偷偷往他那里瞄。 我以为他偷偷在粥里下泄药呢, 没想到程序低着头, 很认真地在挑着粥里的葱。 我看着他安静挑葱的侧脸, 心跳不知为何快了几分。 果然, 贤惠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嘿嘿, 我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 讨好地夸程序, 你真好, 你就是全世界最帅的帅哥。 程序头都没抬, 继续挑葱, 除了会说这句, 你还会些什么? 我立马把之前学的彩虹剔了出来, 哥哥真是四套减三套, 帅得有一套。 你好帅。 是帅如维纳斯黄金比利般的奇迹。 我恨不得又哭又叫, 从武航山下窜出来, 跑遍五月爬珠穆朗马峰, 来一个螺旋跪地。 我为您的美貌而哭泣, 眼泪形成长江黄河太平洋, 滋养了整个中国。 程序把葱都挑了出来, 咬了勺粥塞我嘴里。 别贫了,快吃。 小猫出院后, 程序把他接回了家里。 这是一只长得不那么好看的猫, 但我很喜欢它, 给它取名字叫小咪。 程序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对猫毛过敏。 我其实原本是不会过敏的, 但是这是我违背人设的惩罚。 因为原来的林厅如果养猫, 只会养一只可爱的高贵猫咪, 身价起码四位数的那种。 而不是这只不是那么好看的, 过于瘦弱的小流浪。 但我可喜欢小咪了, 我觉得它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猫咪。 不行, 我不能和小咪分开, 我死缠烂打。 你听, 它刚刚是不是叫我妈妈了。 宝宝, 妈妈想你想的, 一天只吃得下三顿正餐, 一顿下午茶, 一顿夜宵了。 程序无可奈何, 只好同意。 只是她买了台昂贵的空气净化仪, 又嘱咐阿姨加大打扫频率, 还帮我预约了去打脱敏针。 我感动得鼻涕泪流, 无以为报, 差点就以身相许了。 但考虑到程序应该也不想要我以身相许, 我还是没有说出这个提议。 直到有天, 程序无意间提到, 下周是她表弟生日, 要办一个生日宴会。 我猛地想起, 程序的表哥秦贞, 好像就是男主。 而程序就是在秦贞的生日宴会上 遇到女主陈子月的。 陈子月是倔强小白花, 勇敢善良, 和原来的女儿刚好是个对照组。 对呀, 我可以撮合她们两个, 来报答程序呀。 此时, 陈子月和秦贞还只是工作上认识的程度, 挖墙角岂不是轻而易举? 放心吧, 我一定让你从男二变成男主, 因为我和程序有婚约, 所以我也收到了邀请函。 然而秦贞生日那天, 我刚想和程序一起上车, 就惨遭拒绝。 为什么? 想得挺美呀, 程序冷亨, 坐未婚夫的车, 去喜欢的人的生日宴, 你想脚踏两只船。 我莫名其妙, 什么脚踏两只船啊? 不过当程序知道我不仅什么礼物, 也没送, 还打算去秦贞的宴会上蹭吃蹭喝, 狠狠薅她一笔羊毛之后, 神色大悦, 十分满意地又让我上了车。 喝, 男人心, 海底针。 一进别墅, 我立马抛下程序, 开始满别墅地寻找陈紫月。 找了半天, 我才在楼梯拐角看到她, 面带愁容地看着手里的礼物盒。 我热情地走过去, 怎么不进去啊? 看见我时, 她愣了下, 犹豫片刻后, 说我有点不好意思。 别人送的礼物好像都很贵, 她明明纯, 我的礼物有些太便宜了。 陈紫月家境不好, 所以在遇到家境优渥的秦贞后, 总是会觉得自卑。 我看了看那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你花了多少钱啊? 她有些不好意思, 你别笑话我, 才两千多。 我靠, 我惊得口音都出来了, 你说多少? 陈紫月大概以为我嫌少, 可能和你们比确实有点少了。 太多了呀, 我打断她, 怎么给男人花这么多钱呢?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吗? 陈紫月疑惑地摇摇头, 我用手笔了个零, 我用手笔了个零, 大鸭蛋, 她, 有了我这个垫底, 陈紫月明显自信多了, 她鼓足勇气去送礼物了, 而我开始了我的蹭吃蹭喝, 正当我吃第三盘鱼子酱鹅肝时, 一个女生走了过来, 她一脸刻薄地看着我, 哎呦, 这不是聆听吗? 怎么, 破产后这么惨了, 要来这里蹭吃蹭喝了? 我不理她, 又往嘴里塞了两片西班牙火腿, 何宇见我不反驳的样子, 更嚣张了, 聆听, 你不觉得丢人吗? 秦真都这么讨厌你了, 你还来自讨媒去呢? 我还没说什么, 突然, 陈紫月冲过来, 挡在我身前, 对着何宇维护我,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 何宇被她凶了, 声音高了几度, 你也配合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陈紫月语气坚定, 不管你是谁, 你都不能这么说别人, 大概是意识气急, 何宇静伸手去拿桌上的酒杯, 就要往陈紫月的身上泼, 我反应快, 一把拉过陈紫月, 被酒泼了一身, 红色的酒字顺着白色的连衣裙, 滴滴答答流下时, 我的心, 痛不欲生, 我日, 我唯一的礼服啊, 六位数的礼服啊, 在店门口站了十分钟, 才让程序给我买下的礼服啊, 我立马想跑去洗手间, 看有没有办法补救一下, 然而我的脚, 又无法动弹了, 此时, 大厅里的人都被我们这的动静所吸引, 目光投了过来, 程序和秦真也朝我们这看, 我叹了口气, 对着何宇说, 准备一下吧, 他语气疑惑, 准备什么, 我, 我要闹了, 何宇, 说吧, 我拿起酒杯, 朝何宇身上泼了过去, 我和何宇纠缠成了一团, 我严格按照系统指示, 抓他头发, 打他巴掌, 把他压在地上狂揍, 有人上前想拉开我, 我一转头, 看到程序, 我的嘴一下就瘪下来了, 给他看裙子上的红色酒渍, 程序, 你看, 我地理服,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 没事, 给你买过, 我靠, 天籁之音, 多么优美动人, 又朴实无华的六个字, 何宇还想发疯, 被秦真喊来的保安拉了出去, 回家回家, 我想着早点回家, 早点送去干洗, 说不定这条裙子还能拯救回来, 所以拉着程序, 就朝着停车场小跑了起来, 事实证明,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穿不太习惯高跟鞋的我, 一不小心失去平衡, 左脚用力崴了一下, 还好程序及时搂住了我, 不然我就要结结实实摔在地上了, 没事吧, 程序有些慌, 把我扶到旁边的长椅上, 跑这么快做什么, 我的脚踝火辣辣地疼, 我这不是怕再晚一些, 污渍就真的洗不掉了吗, 程序半蹲下来, 观察我的脚踝, 叹了口气, 不是说了给你买过一条, 这不一样, 我理直气壮, 这可是你给我买的第一条裙子, 我很宝贝的, 他的眼神从脚踝移到我的脸旁, 正正看了我一会儿, 耳边有些红, 好像有些不好意思般咳了一声, 知道了, 还能走吗, 我的能字还没出口, 系统就在我耳边说, 不能, 我, 我觉得我能, 系统, 不, 你不能, 我试图反驳, 其实也不是非常严重, 系统, 我说你不能就是不能, 这个能不能, 不是你觉得能就能的, 主要还是要按照人设, 反正你就是不能, 我被他绕得脑袋冒烟, 别念了, 师父, 我头疼,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 纠结万分地看了程序一眼, 程序却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一般, 主动转过身, 将宽敞的后背留给我, 上来, 我背你, 我有些愣正地看着他的后背, 下意识将手还住他, 他的脖梗, 程序稳稳地反手将我架住, 大步往前走, 别墅的喧闹被甩在后面, 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 程序, 我打破沉默,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很多, 很麻烦, 很难搞啊, 程序笑了声, 那肯定的, 我刚要去捏他耳朵, 他又说, 不过你不用反省, 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那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 我靠, 心脏的跳动速度直奔一百八十脉, 仿佛马上就要冲出身体了, 我小路乱撞, 程序却好像很淡定, 稳步走到了汽车旁, 将副驾车门打开, 把我抱了进去, 他弯下腰, 帮我系好安全带, 就要起身时, 忽然发问, 对了, 你现在不喜欢秦真了吧, 啊, 我回过神来, 连忙否定, 不喜欢, 我不喜欢他, 听到回答, 程序像是松了口气, 将身体从车内退出, 他沐浴在月光下, 一向冷酷的脸也变柔和, 说的话也仿佛染上月光的魔力, 蛊惑人心, 他说, 那就好, 那天晚上, 我一时被美色诱惑, 没有问出来, 那就好是什么意思, 我脸皮薄, 不好意思问, 每次看见程序, 嘴巴张了右臂, 硬是没问出口, 直到有一天, 我们一起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剧时, 他的手机屏幕亮起, 我不经意瞄了一眼, 发消息的人显示是陈紫月, 我愣了愣, 程序也愣了愣, 然后他以有工作要处理为由, 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回了房间, 我回过神来, 悲伤地抱着小咪, 小咪, 以后可能就得咱们母子相依为命了, 小咪喵了一声, 显然没有听懂我的胡言乱语, 其实, 自从秦真生日宴会之后, 我和陈紫月也成了好朋友, 我们还一起出去唱过K看过电影, 明明之前想凑合他们两个的是我, 但我现在却觉得心口酸酸的, 我安慰自己, 一定是因为如果他们在一起了, 我就会被程序赶出去, 也就没办法再维持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人设了, 哪里还有像程序这样的大冤种能让我蹭吃蹭喝呀, 系统越来越忙, 基本没空理我了, 终于有一天, 他匆忙按下了结束键, 实在忙不过来了亲, 我看你这里这完成度很高了, 就给你点提前结束了哈, 记得给我打五星好评哈亲亲, 我反应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为了测验系统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我点了一碗麻辣烫, 葱姜蒜全放, 吃完麻辣烫, 我又吃了一包辣条, 然后我抱起小咪, 整张脸埋在她柔软的肚皮上, 狠狠吸了一口, 没过敏, 没疼痛, 没惩罚, 我靠, 系统真的没了, 我终于不用 被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限制了, 巨大的欣喜涌向我, 但紧接着又带来一阵巨大的失落, 我以后真的没理由赖在承煦家了, 承煦今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 也不知道是出去干什么了, 现在都还没回来, 留我和小咪姑儿寡母在家看门, 我在沙发上伤春悲秋胡思乱想的时候, 承煦回来了, 他看到我抱着小咪, 一脸悲伤的表情, 至了几分, 怎么了? 我依依不舍, 悲伤逆流成河, 眼里含泪地喊他, 承煦, 话没说完, 承煦打断了我, 知道了, 我, 嗯, 知道什么? 承煦, 心上的限量款包我已经定好了, 后天会直接送到家里, 我无言几秒, 不是, 不是, 承煦明显疑惑了, 冰箱里的牛奶也补了, 小咪的猫砂盆我也铲过了, 中午的鱼也是让阿姨买的没有鱼刺的, 还有什么? 我, 不是, 哥, 需要我帮你叫个法律援助吗? 我仿佛是挑剔可恶的甲方, 而承煦则是被我压榨的可怜一方, 我一时理亏, 灰溜溜地跑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时, 脑子里全是刚刚承煦认真思考, 到底还有哪里没做好的神情, 还有, 他手机里突然跳出来的陈紫月的消息, 我没有犹豫, 直接发消息给陈紫月, 亲, 你觉得承煦这个人怎么样? 过了半分钟, 陈紫月回我, 我觉得他很好, 非常好, 又帅又有钱, 还很有耐心, 是个一等一的好男人, 非常可靠, 完了, 全完了,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看陈紫月对承煦的五星好评, 他俩不会真的有戏吧, 然而下一秒, 他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程序跟你表白了, 不要犹豫, 我觉得他真的不错, 这个项链他挑了很久, 问了我好几次你的喜好, 才最终买下来的, 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用心, 好小众的文字, 应该不是中文吧, 不然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呢? 我正想追问下去, 门突然被敲响了, 打开门后, 没看到人, 只有小咪在门口, 我蹲下身, 想把小咪抱起来, 却突然看见小咪的脖子上, 挂了条项链, 程序的身影出现在房门口, 好看的笑容带着几分得意,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憋了半天, 憋出一句, 小咪还太小了, 这个项链有点重, 对他的脖子不好, 我先替他收着吧, 程序擒着笑, 非常配合地说, 行, 我把项链取下来, 有些手足无措, 看到程序还悠哉悠哉的, 身腿踢了他一脚, 你还愣着干什么, 来了, 程序笑意没憋住, 轻笑一声走到我身边, 拿过项链, 冰凉的手指触到我的脖梗, 本来想过几天再给你的, 但猜了这么多答案都没猜对, 我就想, 你是不是发现了项链的事, 程序扣上环扣, 将我转过身, 面向他, 这次答案应该没错了吧? 嗯, 没错了, 只是答案不是项链, 是程序, 但我还是摇摇头, 不对, 还差了些东西, 陈子月明明说有表白的, 程序心领神会般, 漆黑的眼眸看着我, 聆听, 我喜欢你, 是吗? 我吸了吸鼻子, 那你是喜欢我的善解人意呢? 还是喜欢我的温柔大方, 他捏我的脸颊, 我喜欢你的幽默感, 我抱着小咪, 疼不出手揍他, 只能假装凶狠地瞪他, 程序笑着将我搂在怀里, 那你的回答呢? 我被程序温暖的体温包围, 怀里的小咪软乎乎地蹭着我的手, 没有犹豫, 答案就脱口而出, 像一团软绵绵的云朵, 充满了幸福的水汽, 我也是很喜欢你。